這是您以為的地球上空 但實際上是這個樣子 從人類發射衛星到現在 地球周圍已經充滿 約7000公噸的太空垃圾 以時速34,500公里的速度 繞行地球 其中超過一公分大的 就有75萬個 別看它小小的 一旦撞到衛星 各國網路 通訊系統 GPS定位 甚至是天氣預報 通通受影響 一種最主要的方法 是採取一些大小的空間 然後把他們回到空間 所以他們不能跟任何東西 迷航機公司空中巴士 與英國沙利大學 和歐盟職委會合作 耗資700萬歐元 開發出外形 像是魚叉的工具 預計下個月 發射到地球軌道 獵捕太空垃圾 長度1.5公尺的衛星差 將由驅逐太空船送上地球軌道 執行名為清除殘骸的任務 當衛星差列到太空垃圾之後 會拖著它往地球表面 以時速90公里的速度俯衝 在大氣層中燃燒殆盡 其實歐洲太空總署 也在發展想用網子 網住太空垃圾 究竟哪種方式 能還給地球一個乾淨的軌道 有待時間證明 大愛新聞 黃敬廷編譯